我的写法是直接用VBA来写 但是一些坊间的书籍 之前我看到的一些坊间书籍 通常是会教一般人写VBA就用录制聚集 所以其实我之前 你们看我的单元04里面的这个程式码 打开来的话下面其实还有一些之前旧的程式码 那之前的程式码是用录制聚集再来修改 可不可以也可以 只是说后来我发现 就是录制聚集之后再来修改 虽然说每个动作每个动作 其实都知道说他在做什么 但问题是你会发现第一个程式相对的比较冗长 第二个的话其实用录制聚集修改的话 基本上它其实就是有点记录你那个滑鼠键盘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不好 但两指之间其实我是觉得最好如果你有些地方 假设有些效果做不出来也没关系 你可以变成混搭 一部分可以用录制的 一部分可以自己写 但也是无法 那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会多一个就是 我变成说有一个那个黄 红色的这个字的话 因为录制聚集它没有办法向下自己跑一个储存格 因为最后好像感受像下追踪在下一个 所以后来我这边自己有写一个一行 这个这一行的话就是叫Active Sale 如果你今天希望让有点像那个游标让它往下一个储存格的动作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用这边有一个物件叫Active Sale Active Sale意思是说目前你那个滑鼠游标所在的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那如果你希望让它下一个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它语法很简单 叫什么 Offset Offset应该顾名是偏移 就是向下的意思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你那个储存格向下一列的话 那就刮弧1 同一栏的话逗点0就表示说向下一列 然后再同一栏 OK那可以懂这意思吧 如果你要向右一栏的话 你就是刚好把前面0后面1也可以拿 后面再加一个点磁类层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程式做什么 做移动的动作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也是先用录制 然后有些部分程式可能它录制的时候 没办法帮我产生那一行 那我可以怎么 自己再加一下 可不可以也可以的 反正最重要是把程式写出来 至于怎么写 有时候就是自己要可以用各种方法 那最后当然我得到一个结论 比如说得到最后两个比较之后 发现好像还是用什么 用自己写的好像会 比较相对的比较精简 OK 那它的差异当然你可以看到 录制聚集就是每个滑鼠游标的动作都会记录下来 但是自己写了一个缺点 就是你必须要对那个程式的掌握度要蛮高的 也就是每个字都要能够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OK 那好处就是程式一定比较简短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那所以至于哪一种方法好一些 各位可以参讨 下面录制聚集也许 我就不不多讲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照我底下讲的 你可以再做 用录制聚集的方法要做过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那种方法有点琐碎 所以我就不赘述 因为我觉得反正录制聚集大家都会 只是差别就是最后会有一行 就这一行可以让它向下 OK所以以后如果你刚好程式里面就少一个动作 要让你滑鼠的游标让它向下或向右或者是向上等等 你就是可以自己在offset后面再加数字 它要是移动几个 比如说你可能希望它间隔中间差 有点像插入空白列的话 那就offset2 后面offset刮呼 2就是指两列 到点0 那就表示表示 把它向下两列 那中间就空一列了 再继续放资料 再继续放资料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会针对不同工作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变化 至于要怎么做 这个我想你多尝试以后就会比较多的选择 OK这里面其实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下来的话我们再针对什么 针对下一道题 OK就是这一题 那我希望整个工作表按下去 把1到12月全部都帮我汇整进来 OK以前的话你可能要自己要慢慢去复制贴 那当然你工作表数量越多的话 你刚会希望用VBA来完成 那我发现现在的资料量越来越多 以前的话还可以突然刚刚勉勉强强 还可以 但现在这太多了 你根本你第一个想到如果写程式该多好 所以如果写好的话按下去 就全部OK了 感觉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 一下就全部帮我整合过来 那当然未来你要把它分割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比如说按照月份帮我自动分割 那是什么分割吧 可以去想想看 反正资料量不外乎就是什么 合并 不外乎就是分割 那所以呢我们后面还会再延伸性的 现在主要还是先讲合并 那后面的话呢 再会把重点慢慢再集中在怎么做分割 那前面有提过那个筛选 我们还会再讲进阶筛选的一些更进阶的用法 资料量呢再更增加 看看你有没有办法针对不同栏位 再把资料按照你要的这个需求把它分割出去 这一题的话就有让可以怎么做 其实我后来发现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一样 就是利用刚刚的那个 清除的话很简单 清除就是把这个范围清除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到底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第一步的话 基本上 我刚刚好像也是试着怎么样 用之前写过的程式贴过来就好了 所以合并工作表 那当然我是直接想说试试看 发现其实刚刚写的这个程式还真的万用 真的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只要加修改 问题就解决了 那比如说我这边先清掉了 那第一个当然这一行是不需要 因为上面这个栏位不用 所以基本上从R等于2 2的话意思说我要把这个资料 放在总表 从总表的哪一列开始 那刚好一样是2 所以这个不用改 接下来的话呢 For i 等于第二列 第二的话意思是第二个工作表 到第四个工作表 可是我目前需求是第一个到第十二个 所以其实你只要知道上面的讯息的话 有点像填空题修改 应该总会吧 所以改什么了 改For i 等于一到多少 十二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怎么样 再来针对我的来源的范围去追踪 那来源的范围 我们先切过来一个好了 不过将来游标记得要切回来 不然的话你程式会发现错误 那意思是说呢 针对这个工作表向下追踪 那特别注意 追踪的位置储存很重要 这边是A1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用A1向下追踪 Ctrl向下的话 你会发现卡住了 卡在A 所以特别是以后可能要稍微修改的地方 你可能自己要动手追踪看看 因为像这种合并储存格 一定会追踪失败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一定要把追踪的这个储存格的 这个一定要改成A2 不然的话一定会有bug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A2部分 所以A2Ctrl向下 OK没问题 而且我刚刚试一下 如果把这个删掉 它向下追踪呢 也没问题 不过这边可能会是一个可能将来要注意的一个bug 什么bug呢 就是如果里面没有捐款 但是它好像追踪还是会到3 所以这边可能要多增加一个逻辑叙述 什么叙述呢 先判断一下 如果说那个A3里面没有资料的话 那你就不要追踪了 OK 因为没有资料 那表示没有捐款 那你就是 所以这边可能要多 我在我云端上面 好像没有写这个逻辑判断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自己再把它写一下 OK 因为程式说真的 不可能一下子就 全部都写的面面俱到 什么地方都注意到 非常完善 一定是慢慢慢慢先ROM 然后ROM了之后的话 再去看一下 有没有哪个地方没注意到 你再谷一下 你需要加那个程式 然后加上去你再ROM 如果逻辑各方面没有问题的话 那理论上这个程式应该是OK的 然后一般比较严谨的 就有叫什么monkey test 就是有些程式乱事乱事 也不会有bug的话 但我目前还没不需要那么复杂 因为VBA主要是一般性的应用就好 好 那下来的话 这地方可能也许再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来避免掉 如果他没吃掉的话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追踪了 追踪到 那就是向下 记得 这个一定要改成A2 向下追踪 那他会得到3 3的话 回来告诉我 那我就是把什么 把从A2 不对 我没有A2 我们应该从 这边是A2 对不对 那我call的话呢 你不能从A2开始call 应该是从哪里呢 从A3开始call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要改A3 call到哪一栏呢 往下拉一下 这边是E 这边应该把它改成D OK 然后呢 D假设是3 所以就是A3到D3 如果4的话就A3到D4 OK 这样看起来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点Copy到哪里呢 到这个我们 所以再切过来一下 到总表的哪里呢 总表的A 对 这边是A A缆 A2 那A2OK 那就把这个资料call过来 一笔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向下追踪 从A2 A1向下追踪 A1应该是没问题 向下追踪到的列 然后再把它加1 就继续放 理论上 应该就大概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改一个地方 它的范围变动 然后呢向下追踪 因为A1是合并组成 所以这边要改一下 那A2改A3 那其他的话好像都不用改 好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按F8 然后先追踪到 那个目前在3 所以就把资料call过来 call过来 1月份看有没有call过来 1月份call过来 那再来的话呢 往下追踪 所以将来要2月份就从A 应该是A3开始 然后没问题 然后在2月份 2月份的话呢 它向下追踪到 然后它资料比较 3 是不是也是一笔 对也有一笔 那 那一样就把 这个 这一笔call过来 就一样call过来 那依次类推 如果1月2月 那3月2笔 2笔call过来了 然后再来就4月 依次类推 如果通通都没问题的话呢 就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 全部都OK了 其实还蛮顺的 不过可能要试一下 我刚刚讲过 如果说 假设是一种情况 这个 比如说把什么 把1月的这个删掉 故意做这个效果 那我再试一下清楚 如果我同样的程式 让它跑跑看会怎么样 执行 你会发现 它不walk 为什么不walk 如果你不确定哪边有问题 有时候要不就是按钮8 向下追踪 这是3 那call过来 那再来 你会发现 这个 因为它扣过来没东西 所以会造成什么呢 向下追踪 R2变多少 26 不对 26 26 跑到这里来了 OK 所以这边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它没有资料 变成它向下追踪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是问题 它这个边好像是用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呢 检视里面它有一个叫什么 冻结窗格 我印象 你看它卷动这个冻结道 所以是不是冻结窗格 会取消一下 取消冻结窗格 取消冻结窗格 然后 再把它这边试一下 看看这边 所以你们有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追踪 假设我今天游标放A1 Ctrl向下 它怎么还卡在这里 所以它这个追踪 嗯 是因为 它是表格 它是有什么样的表格 OK 所以有可能是 它里面有那个什么 表格的话 应该是从 啊 对 设计里面 它这边就是表格 所以可能需要怎么样 把它的表格 把它转换回来 移除它的 转换为范围 因为它只要是表格 好像也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也许啦 嗯 不同的状况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不同的设定 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也许这边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 合并的部分 再试试看 当然我刚刚多一个 就是如果你会遇到 假设你有某部分的那个 月份没有捐款 那会造成什么 中间 资料会变成向下追踪 那部分那也许再把它找出来 看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这个问题克服 试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